一尊神像的一竿開始 是要經過開埔 俗稱開埔以前 開埔之後才會進行設計稿 就把整尊神像或是要調科的藝品 就做個粗稿 會跟客人討論好 再進行逐步的雕刻 在雕刻的過程會先畫稿之外 然後去除胚 去雛形 初胚的雛形會用電鋸下去鋸 鋸好之後才會繞大坨 老頭胚就是大隻沾下去沾 沾一個行出來 再慢慢進入越做越細 進入了細胚開蓮 到最後修平修光之後 然後再用沙子慢慢把它磨細 才可以打底 打底氣 然後就慢慢再進行整個裝火的過程 裝火的技法所融入的有雕刻 整尊的雕刻之後 然後還要打底氣啊 做漆線 做粉線 然後安金箔 然後彩繪 然後就畫臉啊 然後如果有無須的裝上無須 製作完成之後 還要經過開光點眼的過程 然後讓主家來供奉這樣子 七線雕齁 七線雕的技法 其實 講起來它就是 一剛開始 它是七線就是 有本有七 七線粉 說簡單的就是 以前的大拆 大量 粉 把它攪拌之後 摧打 第一要摧打 摧打之後 就剛剛好的軟硬度 跟Q度 才可以進行 那個七線雕 七線雕的工法上面 會有搓啊 揉啊 然後捏啊 跟泥塑的一些 一些做法 有一點類似 只是有一點縮小版 上面的技法 變化 也是 蠻多樣的 像 這次展出的有兩件 兩件七線雕是 聖遠 聖遠 寧聖遠做的 兩件七線雕 一件是 翁華 就是 那個 孔雀 孔雀跟牡丹 然後 一件是 龍華尊龍 一件事 的 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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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